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这段福音的核心是告诉门徒们 跟随耶稣就是跟他受苦 牺牲自我 其他两部福音就是马谷第八章 以及路加第九章 都有平行的记载 教会里的许多伟大的圣人 以及神秘灵修者 都常常转向耶稣的苦难 为爱的伟大世界 以及自我牺牲 瑞纳队的神超的第三周 就是纯粹的 专注默光 耶稣的受迫害 苦难 以及圣死的经历 此段福音的上文 就是耶稣 初次向门徒们预言 他将受难而死 但是第三天 他将复活 当时门徒们都很不明白 耶稣一言他的苦难 因此在这段福音里 耶稣就很坦白地 向门徒们说 要跟随他的基本条件 是必须不自私地牺牲自己 像是耶稣背着十字架 跟随他 目光耶稣的苦难 不可忽略地 就要接受他苦难的动机是什么 耶稣受苦难的动机 是爱罪人 当然他也爱迫害他的人 假如没有爱的动机 只是丈扬苦难的好处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要求 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动机 要向是耶稣 舍弃自己的自私的欲求 为了解救罪人 牺牲自己 耶稣更进一步向门徒们说 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 就是贪生怕死 而要逃避牺牲现世的生命 反而会善事永远的灵性的生命 就是永生 谁若为物主耶稣的缘故 牺牲着现世的生命 换句话说 就被杀死了 反而会获得永远的灵性的生命 分享天主的永生 这就是孙道的结果 耶稣将用他的生命 来作证 他牺牲自己 被杀死了以后 他就光荣地复活 分享天父的永生 所以耶稣说 一个人纵然赚得世界的利益 贪生怕死 反而善事永生的机会 最后有什么益处呢 他将用什么作为代价 找回自己的灵性生命呢 他反而要面对永远的痛苦 最后 这个末端 耶稣就提醒我们 在末日的时刻 我们将在死后 面对 屋主耶稣作为判官的审判 假如我们的生活 是毫不自私的 为了爱天主 及爱别人 而制作牺牲 我们一定获得永生的赏报 假如我们的生活 是自私自利 缺乏仁爱之心 我们将永远会遗憾和痛苦 因此我们现在 为爱耶稣 而跟随他 受苦 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公司 有个人 请不吝点赞伙 氏 不吝点赞伙